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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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國防醫學院 要學系一年級無心文 然後我自覺其修的是 非人類身體文學這門課 然後我那時候會想學的這門課是 就是看到這個課的名字 然後看一下內容大桿 感覺好像蠻有趣 就是關於一些神怪的故事 然後我原本就蠻喜歡文學的 所以就決定選這門課 然後第一堂課的時候 老師就介紹西遊記裡面的孫悟空 然後就說孫悟空這個就是 他就介在人類跟非人類之間 然後孫悟空這個角色 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同人性的層面 然後我覺得就是有了很不一樣的體驗 因為就是從小就看西遊記這個故事 可是不知道原來它有這麼多背後的涵 然後老師上課方式也很有趣 然後就會整個氣氛就很舒服 然後也是一個很放鬆的一門課 然後期末報告的方式是 就是每個禮拜老師都會上傳 在網路平台上面上傳一些文本 然後讓我們看那些 閱讀那些故事然後寫心得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的作業 不會造成太大的負擔 但是就是可以讓自己每個禮拜都花一些時間 然後靜下心來去閱讀欣賞一些故事 然後思考 思考這些故事背後的含義 或是有時候可以就是領悟一些什麼事情 那我接下來分享一下我那時候做的期末報告的內容 然後我是以夜夢王女窮章這篇文章作為改變 然後變成一個小小的故事 那一下是我的報告內容 那一天是個平凡的日子 一切跟平常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跟媽媽姐姐一如往常的待在家裡 那時的我沒有想到 很快的我就要和他們分開了 現在想起來我有點後悔 之前我應該要再多花點時間陪陪他們 關心他們 而不是整天把自己關在房裡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曾聽過很多人說 人們總是在失去之後才懂得珍惜 之前的我沒有辦法體會這句話的意思 直到我離開人世的那一瞬間 我似乎的什麼都領悟了 一直以來都被我視為理所當然的媽媽跟姐姐 現在成了我最想念卻又無法見到的人 我日日夜夜在這寒冷的地方思念著母親 有天有位老道士從我面前經過 老道士問我 請問你為何如此傷心呢 我說一切發生的太過突然 我還來不及好好的跟媽媽說再見 就這樣匆匆的離開人世 哦 原來是這樣啊 那還真是遺憾 啊 對了 傳說中有個方法可以讓陽間與陰間的人相見 如果你真的要見到你的母親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這個方法 我頓時眼睛發亮 心中瞬間來起了希望 我急切地繼續追問她要怎麼做 才能讓我再次見到母親 可以透過夢境 但是這個方法很少人能成功 因為必須同時符合三項條件 才有可能真正地進入到母親夢中 並且與她相見 需要什麼條件呢 你的母親有沒有非常想念你呢 在我剛死去 還沒完全跟人間斷了關係的時候 我看到我的母親整天以淚洗面 傷心地吃不下飯睡不著覺 什麼事也做不了 整個人變得非常憔悴 那麼看來你們已經符合第一個條件了 接下來就是剩下兩個條件 要看看你們的運氣了 首先必須是在一個晴朗無雲的夜晚 最好連風也不要有 這樣對於你進入夢境的干擾 才能降到最低 接著就是那天晚上的月亮 必須是一年之中 比我們最近的時候 只有這天 才有足夠的光線讓你看清楚 哪個才是你要進入的夢境 否則大家的夢都混在一起 十分難以分辨 所以要符合這三項條件 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很耗費精神的 我就只能幫你到這了 好好加油吧 年輕人 於是我等了又等 終於等到了那一天 當我真的成功進入母親的夢境時 心裡意外地感到平靜 由衷仿佛回到了我去世前的日子 雖然與母親再次團圓很幸福 因為能夠再次和母親有所接觸 但在與母親相見的喜悅背後 卻又隱藏了最深沉的傷痛 因為夢中的一切終究只是暫時的 母親醒過來後 即是再次的離別與無盡的思念 離開人世後 我才知道有時候 珍惜當下所擁有的一切 才是最重要的 經歷這個學期的眾議院講座之後 我覺得收穫很多 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同角度的事情 然後老師也都是用很有趣的方式上課 然後不會很無聊 然後對於被人類身體文學這門課 我覺得可以推薦給喜歡文學的人 就是如果你本身是喜歡文學的話 每個禮拜應該都會很開心的做那些作業 因為就是可以閱讀一些文言文 或是白話文的故事 然後都是以前沒有看過的 然後也是考試很少出現的 所以還蠻有趣的 然後老師會請我們寫大概300字的心得 然後我覺得 就是這個字數不會讓我覺得 複當很多 然後可是又可以 有時間去閱讀那些有趣的故事 然後如果可以去眾議院的話 就是看看其他地方 然後跟其他學生 就是陽明還有北一的學生有接觸還蠻好的 而且老師就是還有安排很多助教 然後我覺得我那時候很喜歡 就是在老師上完課之後 然後有助教的組內時間 然後就可以對於老師剛剛上課的內容 如果有什麼疑問 然後可能不敢在課堂上提出來的話 就可以在那個時間跟助教討論 然後助教都會幫我們回答 或是可以透過平台 然後作業的時候反映一些問題 然後老師上課的時候 都會很耐心的 把每個人的問題都解圖下來 然後這樣一一回答 然後就會覺得自己的問題很被重視 然後覺得我花時間寫那些作業很值得 然後自己可以學到的東西 然後老師又有回饋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文學的話 就可以去選這門非人類的身體 學的一課 就會被捕囂 然後再次我們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